甲乃亮与小鹿甜心三人合体了 前不久有媒体拍到甲乃亮姓申李小鹿的小区内 与女儿甜心一起打球 期间李小鹿是一直在旁陪伴的 两个人偶尔还会进行一个交流 原本以为这样的场面再不会出现了 现在看来还挺让人感慨的 不管是两个人的感情如何 甜心终究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还是希望孩子可以尽可能的避免太多伤害吧 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来 甲乃亮和李小鹿的相处状态都是比较自然的 看来甲乃亮已经开始慢慢的放下李小鹿了 两个人之间唯一的链接也就只有甜心了 从前神仙爸的爱情竟也只剩唏嘘二字 甲乃亮第一次知道李小鹿是在电视剧奋斗当中 那个作作的杨小云吸引了她的注意 便有了想要认识的冲动 可是两个人之间的身份地位悬殊太大了 当时李小鹿早就霍风影后了 更是出演了很多的大热的影视剧 人气正在处于一个盯盛之处 而甲乃亮虽然也出道多年 但是演过不少的影视剧 可是人气和名气都根本没有办法和李小鹿相提并论的 那几年之后两个人在一次祖局当中吃火锅认识了 甲乃亮见李小鹿第一面就紧张的说不出话 最后还是李小鹿主动搭讪说话的 通过了两个人交谈之后 甲乃亮就对自己说 这个女孩就是我这一辈子情境终身的人 接下来就开启了她的追妻之旅了 为了给李小鹿凑齐同一种玫瑰花 甲乃亮可以说为此跑遍了北京城了 在山西拍戏的时候 甲乃亮只要一想到李小鹿 就会跑到黄土高坡上面唱一首好久不见 这道李小鹿在恒定拍戏 甲乃亮也是打了个黑车 就要去找她过生日 结果就遇到了大雪风路 被困了一夜 第二天起来冻得像一根冰棍 后来她听说李小鹿喜欢哭哭的男生 就悄悄的把自己的耳朵给打上了一排耳洞 虽然发言流浓了 但是还会笑着对李小鹿说 是自己特别想打的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看起恋爱就像是一个出入情场的傻小子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第一次见到李小鹿的爸妈 甲乃亮就把自己给灌醉了 当着两位家长的面 聊起了他们交往的事情 情到深处的时候 还会哭得稀里哗啦的 搞得这个李小鹿的爸妈 看着都十分的心酸 还批评起了自家的闺女呢 在甲乃亮的眼中 李小鹿一切都觉得是最好的 两个人逛街的时候 李小鹿看上了一件衣服 衣服两万九 而当时甲乃亮的卡里边 就只有三万块钱 她的第一反应呢 并不是说价钱贵不贵 而是自己的卡里边的钱 够不够付 最后呢 买完之后 卡里呢 就只剩下了一千块钱了 为了陪李小鹿过圣诞节 即使是甲乃亮当天 在其他城市有工作 也会在晚上飞回来陪她过节 李小鹿生病 在A院住了五天 甲乃亮就一直陪着她 五天都没有洗头 没有洗澡 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甲乃亮也为了李小鹿 把她的闺蜜团全都请来了 在婚礼上面 当着众人的面发誓 会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她 甚至会激动的亲吻起李小鹿的脚 结婚的时候 甲乃亮还花光了一半的积蓄 为李小鹿买了一枚六克拉的戒指 婚后 因为家里边全部都是李小鹿的东西 甲乃亮便又将楼下的房子 给租了下来放东西 李小鹿喜欢嘻哈潮流 甲乃亮就往那个方向去打赔自己 两个人结婚多年了 甲乃亮甚至宠李小鹿宠到了 怕她因为做饭 将手变粗糙 阿亏在节目当中说 自己因为工作的原因 总是没有能够太多的时间陪她的妻子 让自己感觉到很抱歉 直到最后 李小鹿被包出了夜宿门 甲乃亮也是给了她最大的体面 现实发长文 说自身存在着不少问题 也恳求大家 无论未来的如何 都希望大家可以为自己曾经信仰过的爱情 留有余定 让自己处理 整片场文下来丝毫没有一句李小鹿的怨言的 就连后来的离婚声明 都是两个工作室联合进行的 更别提内容不存在一丝的指责了 离婚之后的甲乃亮 似乎确实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颓废 曾经有记者拍到 她和友人深夜买醉 喝到烂醉如泥 亮亮将将的步伐 真的是让人看起来心酸不已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甲乃亮变老 她把头发剔成了平头 眼神也变得坚毅起来了 她不再为李小鹿去改变自己 因为她就是最好的自己 原本总是在拼命的搞笑 把自己搞得傻米傻气的甲乃亮不见了 现在她变得沉稳干练 在《生灵奇境》当中 配音、缩金、苏大翔 无论是在声线上还是在形态上 都是最大限度的贴合了角色 在《空降丽人》当中 她可谓星剧暴瘦20斤 也肯在40度的高温之下摸爬滚打 甲乃亮找回了最初的自己 其实她一直都是很强的 从配音到演绎军人角色 当中可以看出来 其实甲乃亮其实是有能力 有魅力的 只不过这些人一直都在贴合他人的喜好 把自己搞得是一塌糊涂 如今她能够清醒 并且重新审视自身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